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貨期權一周總結 我Marco都很久沒見大家了 基本上上次和大家見過的時候,也是2月1日的時候 我自己放了一個比較有優長的假期 過了農曆新年回來之後,市場都比較波動 我記得上次在2月1日和大家說的時候,很簡單 策略來說,基本上來說,在19,600以上找位 用一些很貼價的紅證去做淡 以及持有股票的求資者來說,我再強調多一次 必須要做一個減持的動作 事後回看來看,我上次和大家做節目是2月1日 這支大陰燭這一日收市的時候 事所說,19,600以上,即是這個位以上 去做一個極度貼價的紅證 那時候是2月2日,星期日2日,最高的期次是19,600 比我提到19,600的位置高了9點 在這些位置做了超級貼價的紅證 那時候在2月3日,市場賺了下來 即日來計算,都已經賺了大約兩至三倍的回復 我自己說的時候,因為我也有做 我也有看著的 那時候,事後回看,由我中了一些轉 之後,農曆新年之後,大部分的走勢 中間有很多原因 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油價 油價升,那個廣股就跟著升 油價跌,那個廣股就跟著跌 中間有其他原因 例如在農曆新年之後 環球股市急跌 跟著農曆新年之後 港股在2月11日開市 開出來的時候 一個大列口急跌 跌下來 那這裡發生什麼事呢? 環球股市急跌 那為什麼環球股市急跌呢? 一來就是油價跌 二來,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歐美銀行 借了很多錢給一些油產的企業 而相對性來說 就因為擔心那些油產的企業 還不到錢 而令到歐美銀行來說 那些股價就急跌 拖累了環球股市也急跌 那所以跟著來說 在農曆新年之後 回來港股就跌得很厲害 那我做的一行就很慘 我自己就放一個比較長的假期 那基本上我自己去旅行 但去旅行來說 就算去旅行來說 我都要留意市場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我自己就約摸看 就不是很細心看 我就昨天才回來 那跟著就昨天 這兩天就開始認真 開始留意這些新聞 那看回來講 那個時候 那個市在農曆新年之前 我記得看回來講 很多人就說 農曆新年之後 會紅盤 是紅盤高開的 那事後來講 那時候我自己來講 我已經講到明了 在這些位置 已經叫大家做一個減持股票的動作 還有甚至買一些貼價的紅證 去把市貸下來的 那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是很漂亮 很不錯的 那跟著來說 有很多人說 農曆新年之後 會紅盤高開 而事實上證明了 農曆新年之後 是紅盤低開 急跌 去到這裏 去到這裏 那些人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又多了很多人 突然間轉態 說市貸到哪裏 一萬八千點 甚至上更加低的水平 那時候 我就放了一架帽 陪大家去做節目 但是 我自己來講 基本上 去到這些位置 不用說了 你看回 人生波幅來講 去到2月12日 星期五那天 即是市在農曆新年之後 開了盤出來 再跟手之後 因為星期五來講 再插一圈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 養生波幅 一去到這些水位 那些傳媒又開始說 華僅說的養生波幅 即是香港版的恐慌指數 唸高唸高 後市又會跌跌跌跌 然後你傳媒又有很多人說 市是怎麼淡 我自己來講 都一直強調過很多次 只看恐慌指數升 而推測後市向下跌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講過很多次了 相反 你要想的是 隱身波幅 可以抽升到這些位置 在直播率充足的情況下 這些位置是 很划算做短跌跌的動作 而事實上本身來說 我記得 除了做紅症之餘來說 其實本身在很久之前來說 我在1月10 18日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講過 有一套策略就是 下面鎖了一張18,600的縮小 然後再鎖了一張18,200的縮小 然後再鎖了一張18,200的縮小 保護著 在下一個星期上面 再開張20,068的縮小 你看回來 市場即使經歷過今個星期 在這兩三個星期的市場 比較波動的情況來講 都是圍繞著我自己 18,600 至於上面 20,068的縮小 行使價度 游走 基本上都是那一句 又是那套 那套 那套 很安心 坐著等收錢 引三不覆 前那段 22日的時候 在農曆新年 剛剛放假期的時候 急升 跟收市場 夾上去 又回到 那套 策略 就坐著 賺錢 有時候 看回這些求知者 例如 好像之前19,600以上 我講 找一些很貼價的紅證 去看市場下去 有些求知者 就會覺得 風險很高 因為玩這麼貼價的紅證 但在我角度來講 風險是怎樣 是視乎你怎麼控制 因為如果你昨天的資金是高的話 你虧的百分幾比較多的話 相對性來說 你都可以虧很多錢 反過來 你求求的資金很少 這一轉我是用很少錢去搏的 但槓桿有勁 輸起來 我輸得起 但是贏起來 動一下 是幾倍回鄉 贏的回報 相對性來說 比我求求很大塊的資金 玩一些沒有槓桿的產品來說 其實來說 回報是差不多的 所以相對性來說 你問我 是不是高風險呢 視乎你用多少錢去搏 你問我 但是你嫌這一轉沒有搏 之前來說 那一套是 short put short call 的策略 下面再加一個 long put 的策略來說 基本上來說 這個是比較穩陣 少少的策略 我也是在這個月 是一直在賺錢的 那你說 你看回 在2月15號的時候 市場急急 夾上去 你說事後原因 就解釋的是 油價大升 還有那時候是說 A股伏市 A股第一日伏市 A股第一日伏市 很多市面上的評論 就是說 因為在A股優勢期間 所以說 牛華股市跌得很厲害 那A股伏市 那時候 你基本上 是會追回 那個跌勢 而令到市會跌得很厲害 又是 市場上那些人 是猜錯了 在星期一 現在A股伏市 開回來 人民幣那時候 升得很厲害 那A股本 很想像 中間跌得很厲害 再加上 之前擔心 當然是 歐美那些銀行 會有債務的問題 因為借了錢 給那些油價的企業 但是 得以至銀行 在星期一之前 就宣佈回購債券 令到市場上 那個氣氛 它略為輸暖了 在這種情況下 就令到市場 夾上去 而這一下 夾上去動力來說 你問我 寫得很清楚 比較直接 去夾淡倉 因為問題是 市隊都落去 2月12日 這個低位期指來計 即月期指 在1217來講 那時候 我看回 是很多人 很多人 突然間 從這裏之前 這裏不斷看好 到這裏 突然間 有很多人轉看淡 當市面上 只要略為有少少利好的因素 那 接著那些淡人 會被迫著 平淡倉 令到會製造一個 漩渦的效應 令到市場短時間 會夾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 是不難炒 你問我 有時候 看市場 我放了一架 再加上 其實 我回來 就急著 去做些 明天去搞 期指西麻利亞 去用 我看最近 期指的即市走勢 易炒到閉 很容易炒 其實 通常 我市場 這麼波動的情況 應用我上課 講期指 那些方法 特別容易 因為在有消息的情況下 就算你不知道市場 升還是跌 但是你知道市場 一定會去某個方法 發展 在這個情況 你應用一些趨勢性的策略 是特別容易去應驗的 接著 那些市場繼續 衝敬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繼續加碼 放鎖去此的經濟 以及內地的人民幣貸款 完成的預期 令市場繼續夾上去 但是 在星期三的時候 是比較奇怪的 就是說 在內地的時候 衝敬內地的股市 放鎖 接著內地股市是升的 但是 香港的股市 背遲 在內地的股市 升的情況下 就跌下去 其實講來講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那件事 內地的股市 就不是真的 太受環球股市影響 你問我 而整段走勢 在這兩三個星期來說 港股最主要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油價 所以在未來 你問我 走勢其實都是看著油價 怎樣發展 再去判斷 暫時來說 你問我市 去到現在這些水位 我自己 又不會看得太好 也不會看得太淡 暫時來說 圍繞著 都是傾向 在這些位 偏高 偏低 偏低 就拿上去 反覆培會 去做倉 暫時來說 我比較中立 不是很極端看好市 會上網到沒有所謂 或者很極端看淡 向下到沒有所謂 所以在這些情況來說 傾向來說 就不要利用一些 在市場突然夾高了上去 那時候是最高的動作 或者市場夾低了上去 就急著在低位 沽貨 或者追沽下去 近來看我的市場 比較有些特別的情況來講 今天不應驗 但這段時間比較應驗 就是 市場很流行 收市的時候 如果你買一轉上去 翌日 開市 頭那段時間 你沽貨平倉 基本上都有肉食 在這裏 我當你臨收市買 第二天 在二月十五號 你開市當時平倉 贏一決 跟著二月十二號 臨收市買 跟著在下一日 臨開市平倉 贏一決 跟著在這一日 臨收市買 在二月十七號 臨開市平倉 又贏一決 二月十七號 二月十八號 臨開市平倉 又贏一決 不過如果你昨天 臨收市買 今天臨開市當時平倉 躲著 叫做打個平 或者輸少少 但是近來的情況 就傾向 在臨收市 即是開市高開低收 臨收市買了一轉上去 跟著在第二天 裂口高開 或者高開少少 被你賺一轉 跟著又滾下來 傾向是這樣 所以策略上來說 就會傾向臨收市做上去 跟著 第二天 在開市當時 開市就要平倉獲利 跟著就等臨收市再賣上去 類似是這樣做 但是這種策略來說 是 這一段是傾向這樣做 還未說下個星期 我要再看 因為其實我自己 還未回到百分百的作戰狀態 下個星期 我會再細心思有下 接下來的交易會怎樣做 但是暫時看 我也是一句 我不會傾向極端看好 或者看淡 忠誠 在這些位置先徘徊 我暫時先看著 還有 說來講 整大堆因素 最重要的都是看著油價 這個因素 暫時影響著港股的走勢 我自己覺得 相反來說 你說什麼 美股走勢 內地股市 都未必是一個 原因 反而油價比較重要 一點 回顧就先講到這麼多 下個星期一 再跟你分析 其權策略 是應該要怎樣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